鋼鐵人馬斯克他向來快人快語 幾天前 他的SpaceX飛龍號 才以漸落的方式回到地球 載著兩名太空人回來 到底他們是看到了什麼了嗎 居然讓馬斯克說出 金字塔是外星人蓋的 這個氣得埃及政府跟他嗆聲說 你來看看我們金字塔的建造 你看完之後再說 馬斯克先生玩船蛋裡 我們為你準備好 有空你來看吧 事實上來告訴我們 馬斯克他到底是戳了什麼 不能戳的秘密嗎 對 馬斯克前天講出這一句話 說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的 在全世界炸鍋 埃及也炸鍋 而且大家討論那個整個是樂意 我們可能樂意可以形容 我個人看了他的那種發表 跟埃及政府的反駁之後 我們從考古的一個觀點 用證據來看 到底到底金字塔是不是外星人蓋的 所以你是說如果大家覺得說你胡說 倒不一定喔 對 我們講證據嘛 講證據 有些證據你可以說它是巧合 那就大家自己心中做一個評判 我今天第一個要講就鎖定埃及 既然你埃及反駁說 金字塔不是外星人蓋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埃及的一些考古證據 第一個我要提出來的是 這個辛努塞爾特二世 辛努塞爾特二世是誰 是埃及十四王朝 十二王朝 十二王朝的一個國王 大概離現在3900年左右 距離現在3900年 這個是它的一個金字塔 這個是這個國王的一個金字塔 它的金字塔在大概1970年代 被考古學家挖掘出來 挖掘出來以後裡面挖掘了幾樣東西 第一個特別要提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它裡面的一個銅幣 這個銅幣不是以前使用在有價格的 它是一種紀念幣 對 它紀念誰 紀念這一個人 這個你注意看它的臉部 哪有人長這個樣子 對 看它的臉部 紀念這樣的一個人怪人嗎 紀念這樣是怪人嗎 對 那我們就特別在抓一個旁邊 這個你看這個頭 兩個頭的那種造型 這樣就不對 我覺得你在講ET了 對 所以說好 我們講 這可能是巧合 世界上可能真的長這樣的一個人 OK 這是銅幣的一個正面 我們在看貝變 是 同一個銀幣翻過來 同一個銀幣翻過來 貝變 貝變它又跟你畫這個 你就越來越... 這個是什麼 幽浮啊 岩盤啊 是 岩盤幽浮 它底下有畫了很多這種箭頭 有人講說它是等於漂浮在那個森林之上 森林的天空 那也有人說這個箭頭是不是以前的那個矛啊 槍啊 要往天空扎天空射的一種 無論如何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岩盤 這個岩盤如果你仔細再想一想 在那個法國 法國也曾經在大概也是四五十年前 挖到一枚硬幣 這個硬幣你看這邊 這個是法國的硬幣 這個硬幣大概三百多年前的東西 它空中也有一個岩盤有沒有 這個叫一枚基有岩盤 對 那這個岩盤 法國的這個岩盤你就看 它是明顯漂浮在底下 是一個鄉村 一個農村 漂浮在天上 旁邊這個一朵一朵這個是雲 白雲 17世紀的法國錢幣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高科技的畫 對 主要它製作銅壁不算高科技 主要是說它畫的這種東西 為什麼在空中會有漂浮 這樣的一個岩盤 而且你看它旁邊這邊上面 有那個紅色的有那個英文字 有這個英文字 這個字是什麼 這個字的意思 這個意思叫時間到了 我們就會出現 什麼叫時間到 誰在講話 有人用宗教的解釋說 這可能是宗教學的一個神明 時間到了我們會來救世 但有人跟他講 那你為什麼要畫這樣岩盤 從空中下來 難道這個神明是坐著岩盤下凡嗎 所以它這個東西 對應到剛才講 3900年前的這個銅壁的背面 兩個幾乎是很像 那回過頭 我覺得非常驚訝的是 你說為了紀念銅壁上的這個人 你把他住上去 這不是人 這到底是誰 對 它這個造型 你如果看這個人的一個頭 頭的那個肩 這個肩度跟這個兩峽這樣整個消下來 這個眼睛它有一點 我們講說那個羅斯威爾事件 那個外星人 那個眼睛有點像性能核桃的一種眼睛 對不對 那那個鼻子 它很 我們鼻子如果看人類考古出來 人類的骨骼鼻子孔很大 很塌 它不是 它很小 嘴巴也是一樣 它這個整個造型跟我們講 羅斯威爾事件的那個外星人 傳出來外星人造型幾乎是一致的 它比較不像是人的正常的五官 它更像是外星人 對 那這個銅幣以外 另外再給各位看 這個辛武塞爾特奧斯這個金字塔 旁邊有一個撇葬目 撇葬目發現這樣的一具木乃伊 在這邊 各位看 這個木乃伊 這個木乃伊 你看它的臉 看它的臉 它的眼睛 杏仁眼 小鼻孔 小腿巴 對 都是很跟這個紀念壁上 幾乎一模一樣 這個東西 這個木乃伊旁邊有一個石碑 寫的 刻了一些名文 這個名文被翻譯出來 翻譯出來說這個人叫什麼 叫OSIR 奧西努內特 奧西努內特 這個人是誰 這個在文獻上 他是這個辛武塞爾特 是這個國王的顧問 高級顧問 那我看到這一張圖 我就不禁這樣想 我不想想推演對不對 今天一個壯士外星人的木乃伊 在你的木旁邊陪葬 這個人居然是法老王的顧問 那會不會是他教法老王 怎麼蓋金字塔 對 另外有這樣的一種 趨勢的一種講話 另外就是說 這個人他等於幫這個國王 做了很多建設 所以是不是這個國王 激戀他 來製造這樣一個銅幣 因為他不是世上流通的錢幣 對 兩個錢又這麼接近 是不是就是這一個人 因為剛好他名文又寫在他旁邊 造型又接近 我們如果聽到這個地方 那馬斯克講的 可能也有幾分道理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再給各位看 說一些考古證據出來 埃及你要活的 你要告訴我說你活的 那你拿出證據 金字塔他的文獻 不是外星人蓋的 金字塔是誰誰誰誰蓋的 拿得出來嗎 拿不出來 金字塔到目前為止 誰蓋的 蓋起來建造做什麼用的 有人說是古夫的一個鄰墓 沒有大體在裡面 有的建造 誰建造 建造做什麼用 怎麼建造 何時建造 都有爭議 那你既然說 埃及既然說 我們有文獻證明是人造的 OK 我們基本上 就認為是人造的 但問題建造者 那個才是關鍵 第二個要講 埃及很多其實所有的金字塔 從第一個 埃及最早的金字塔 最早的階梯金字塔 建造者誰名字 其實都清清楚楚 所以都很清楚 那我現在要講這個 這個也是考古出土的 出土的這個叫沙朝子 沙朝子在環蒂岡 環蒂岡你現在要去看 他跟你講這個東西不見 沒有啦 不給看 那他寫什麼 不給 那這個沙朝子也是一樣 他是在埃及沙漠裡面的一個神殿 一個神殿 廢棄的一個神殿裡面挖出來了 這個大概是在三千 三千五百年前 三千五百年前 埃及有一個所謂叫埃及的拿破崙 埃及的戰神 叫圖特摩斯三世 那個君王 那個君王的時代 留下來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這兩個協者把它繁育出來 一個黃帝鋼的一個協者 那這個另外一個協者 他們把因為這個寫這種沙朝子的一個人 就是當時圖特摩斯三世皇帝旁邊的一個算天文官 他記錄下來 那這個人叫圖利 有他的名字叫多利 所以就叫多利沙朝子 圖利沙朝子 他裡面寫了什麼東西 寫了說在圖特摩斯三世的在位 在位第22年 圖特摩斯在位54年 在第22年的冬天 第三個月 這一天的第六個小時 他在那個地方抄寫東西的 就在深淵抄寫之間 發現一個奇怪的火焰疊狀物 所以會噴火焰的疊狀物 從天而降 從天而降 他沒有駝岩了 噴嘴裡面發出很藍紋的氣味 表示他其實已經靠得很近 藍紋的氣味 然後再看看這邊 他無聲的往華老的王公而去 在幾天後 他們在空中變得更多 不是來了一群而已 來了一群 來了一群 在天上發出比太陽還亮的光 埃及是三千五百年前拿來 在天上會飛的東西 比太陽還亮的東西 不可能 對啊 你現在可以說把他誤解成火箭 成什麼 導彈飛機 三千五百年前怎麼來這種東西 所以他這個沙草紙出來以後 他是一個皇家的超血人 剛才講 埃及的很多神明現象 你無法解釋 為什麼他留下這樣的一個沙草紙 那為什麼這個沙草紙出來以後 會來落到皇帝鋼 皇帝鋼的手裡 要看不給看 所有東西 未知的神秘的先進的 這種科學的東西 為什麼不讓大家來參考參考 這樣這個年代是什麼時候 距離現在四千 三千五百年 那不就剛剛你給我們看到那個硬幣 幾乎就是同一個時代 你看硬幣有給你一個 鑄出一個跌撞物 硬幣是埃及十二王朝的時代 剛才講了 三千九百年 這個是十四王朝的時代 是三千五百年 宿出文字 原來描繪得這麼具體 對 而且為什麼大家要搞得這麼神秘 你埃及也不給看 皇帝鋼也不給看 為什麼 你如果要證明的話 你就大家要大大慌慌拿出來 大家來研究 那我們在講 剛才講 說過很多東西 包括那個我們講說 拉美西 這大概三千三百年前 紀理現在 拉美西是埃及最大的一個軍王 他的父親賽提一式神殿 裡面這個大家就比較清楚 他裡面的那個壁畫 浮雕壁畫 裡面出現了這個 像直升機一樣的一種浮雕 像潛水艇一樣 這個我想大家就聽得比較多了 那這會不會是航母 對 這個有點像 像航母的 或者說比較特殊造型那種船艦 是 古代他給你畫這種東西出來 三千三百年前 所以你看一樣一樣的東西 他指向埃及有一種 我不敢確定說 他是外星人做的 但他是一種神秘 未知 先進 超越當時代所能完成的一種高科技 他在在留下了一些紀錄 留下了一些紀錄 所以你要跟他講說 這是一種地外文明 也未常不可能 也未常不可能 但你至少 他是一種你無法解釋的一個神秘文明 從你這樣一路鋪排 我覺得馬斯克 說他胡周的人 我們要還他一個公道 搞不好馬斯克說的是對的 對 社會埃及 你沒有辦法讓我訊儒 是說你今天講說不是 今天晚上 我們一起要來探究 世界上最難理解的詛咒謎團 也是人們最想理解的 穆乃伊 過去一年以來 居然像是發盧一般 頻頻出現在世人面前 畫面當中我們看到是 历來挖到最古老完整的 金箔木乃伊 最近才在埃及出土 但為什麼 他的出土 專家頻頻警告 拜託 千萬千萬不要再挖了 媽咪 只要提到木乃伊 一定出現兩個字 神鬼 木乃伊叫神鬼傳奇 神鬼傳奇 最近去年突然之間 神鬼級的木乃伊 一個一個的出現 好奇怪喔 我告訴你 我真的 我在講這個時候 我都起雞皮疙瘩 毛骨悚然 好 我們來介紹幾個給大家聽 第一個 我認為最神鬼的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在埃及出現的 它是什麼神鬼呢 第一個 它是包金箔的 金箔的 金箔木乃伊 這第一個發現的 注意看 金箔在這個地方 第二個 4300年前的木乃伊 這麼久 不是 它是第二個 有史以來 最古老的 木乃伊 第三個 最可怕的來了 它不是皇室 那它為什麼是金箔呢 對 居然金箔 最古老的 它居然不是皇室 那它什麼人 那什麼身份 更可怕的 第四個來了 它旁邊居然有 三個陪葬坑 其中兩個是祭司級的 對嘛 你一定是皇室的人 祭司叫做什麼 最神秘的守陵人 對不起 它不是皇室 已經科學證明 它不是皇室 好 它在埃及的塞加拉地區 你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居民集體抗議 不准再挖了 你跟他提了這麼多問號 不准再挖了 你提了這麼多問號 我們好奇 他被嚇死了 不能挖了 為什麼 好 為什麼被嚇死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2021年4月 埃及的新的博物館 蓋成了 是 它要把舊的博物館 22巨法老王的木乃伊 移到新的地方去 好 大家看 這是這個照片 這是22巨 這個法老王的 每一部車 車隊都有 車隊 要移動 大家就說 法老王的安寧 你不能打擾 打擾會有詛咒的 是 但沒想到 這4月1.1.1.0 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 法老王大遊行 看起來風光亮麗 但是 法老王的詛咒 隨後而來 詛咒 有詛咒 對 他就在他遊行的時候 21號 長榮的長次 在這個擱淺 蘇伊士運河 對 擱淺 也在那一天 對 擱淺 然後讓蘇伊士運河 整個航運打結 對 不能動彈 第一個 他今天心裡面 就毛毛的了 結果 4月26號 兩輛火車 砰 相撞 在梭哈節省 相撞 這一撞 大家看 你知道 32個人死亡 這麼嚴重 186個人受傷 是 結果注意看 3月26號 2021年 剛才 長榮海運是 3月21號 是 它是3月26號 12點 兩個大火車 相撞 好 這3月26號 3月27號 埃及一輛大樓 砰一下倒塌 禍不擔心 還有第三起 25人死亡 很多人受傷 所有一連串的不幸 都發生在這個法老遊行之後 發生在法老遊行之前 就告訴你 不要遊行了 我剛剛講了 3月21 3月26 3月27號 因為他有宣布法老遊行 法老遊行是 都在警告你了 都在警告你了 都在警告你 不要輕舉妄動 不要輕舉妄動 所以大家求你 不要再挖了 法令無編的感覺 對 好 那他有沒有繼續挖了 有沒有 當然有繼續挖 所以現在埃及人 全都毛毛的 你繼續挖我還要挖 那是不是只挖出了 這個金箔的木乃伊 是不是只挖出了 這個有史以來 最古老 最完整 非王室 還有神秘護靈人的木乃伊 你說還有嗎 我告訴你 居然挖出了 三具金舌頭的木乃伊 舌頭是金的 對 各位看 舌頭是金的 居然舌頭是金的 三具金舌頭的木乃伊 為什麼舌頭要做成金色的呢 好 為什麼要做成金色的呢 因為埃及人做木乃伊 是相信他們 是將來可以重生的 但重生 你要經過冥王 是 那冥王是沉默之神 他很怕你呱躁 很怕你講話 所以你弄個金舌頭 在你轉世重生的時候 是 你弄金舌頭不講話 不要得罪冥王 你就不會發出噪音 所以在轉世的時候 埃及人是絕對不能發噪音的 所以居然弄到三個 金舌頭的木乃伊 這個很罕見 很奇特 對 好 所以你弄個金舌頭 在你轉世重生的時候 你弄金舌頭不講話 不要得罪冥王 你就不會發出噪音 所以在轉世的時候 埃及人是絕對不能發噪音的 所以居然弄到三個 金舌頭的木乃伊 這個很罕見 很奇特 對 好 那除了這個是不是 還有沒有別的呢 更奇特的來了 居然最近又挖出了十具鱷魚木乃伊 動物木乃伊我之前聽過啊 有貓啊 放在罐子裡啊 對 但是這鱷魚木乃伊是真正做的木乃伊 各位 你看 這鱷魚木乃伊為什麼保存這麼好 很大隻欸 對 全部照木乃伊的標準來做的 各位要照木乃伊的標準它是很貴的 對 它光圖的那個樹枝就非常貴 對 這個國家地理頻道曾經試 用完整的這個木乃伊的方式 做了一隻木乃伊 對 總共花費了一百八七萬新台幣 花這麼多錢那你何苦來 再把一尾 一尾鱷魚做成木乃伊 十尾 十尾 對啊 各位看影片裡面 十尾巨大的木乃伊 做成鱷魚木乃伊 所以這是非常人的驚嚇的 而且它是用最高等的規格 最高等的樹枝 最高等的這個手術 把它做成完整的木乃伊 好 我要跟大家講 可能大家不知道 鱷魚在埃及的某些地方 是神獸 它是神獸 神獸 而且你知道 他們把鱷魚養起來 把它驯化 就把這鱷魚驯化 它變寵物了 變寵物之後 是 不只是吃好 喝好 是 給它戴首飾 鱷魚戴首飾 把你人化了呀 對 人是 因為鱷魚三大神之一 一個叫做索貝克 索貝克這個神 他出來的形象 就是鱷魚的形象出現 是 所以居然有鱷魚木乃伊 好 那我們今天講了這麼多 最近 媽咪 神鬼木乃伊在埃及 一個一個一個出現 對 那全世界最有名的木乃伊 不在埃及 不在埃及在哪裡 在秘魯 那秘魯裡面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冰凍沉睡的少女 胡安里塔 各位要知道 胡安里塔在1995年 10月8號被發現的時候 被當年的TAM 這個時代雜誌選為 封面人物 1995年十大科學發現 1995年科學有多少物理的化學的醫學的 偉大的發現 偉大的發現 就挑了他 十大 因為他不可思議 他只有12到14歲 他在冰天雪地裡面被發現 快600年完好無缺 頭髮 他是注意喔 他沒有木乃伊喔 他也沒有保存喔 他就天然的在雪地裡面 冰封600年 注意 頭髮是好的 皮膚是好的 所有器官是好的 可惜現在看他雙手擺在前面對不對 太可惜了 因為他剛開始被發現的時候 他的右手是緊緊的 抓到他的一腳 怎麼都扳不開 他很緊張嗎 他身前歷經了什麼呢 第一個他緊張 他是做祭事 高空被打破頭推下去的 所以他緊張了 緊張 但是他有沒有知覺 快沒知覺 他體內充滿了酒精跟骨科鹼 你是說他從高空被推下來 對 線上祭台啊 對 線上祭台 所以先給他喝了很多酒跟骨科鹼 他現在在密了博物館裡面 當然現在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他那個展示有點潮濕 對 他已經開始有點腐爛了 所以建立新科技在救他 是 第二個你知道嗎 現在所有的冷凍再生醫學 都以他為研究目標 幾億的美金丟下去 看能不能在他的身上弄到冷凍醫學 我要跟大家講 他越是被打死推下去 是 他太緊張 所以他陰魂不散 密魯的博物館只要一關門 就聽到他躲在牆角哭泣的聲音 所以他不曾離開過 對 他不曾離開過哭泣的聲音 好 那密魯的這個木乃伊都是很神秘的 尖叫木乃伊 不是 木乃伊會叫 叫 有聲音 對 尖叫 各位看 這是我 這是密魯最有名的尖叫木乃伊 他們都雙手扶了臉 然後張開嘴巴在尖叫 看到沒有 張開嘴巴在尖叫 他就歷經了什麼呢 好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剛剛講了 真正完整的木乃伊 他們試驗過 要187萬新台幣對不對 那這個尖叫木乃伊 900多年 900多年 他就這樣子 沒有做任何的 他為什麼他不會腐爛 他就自然成了木乃伊了 這個是因為冰雪 好 後來就發現 他身上有塗了一層樹枝 光憑這個樹枝 就讓它完整保存 900多年不會腐化 哇 這個太奇特了 對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中南美洲 秘魯在這裡 現在就發覺這個樹枝 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有 哪裡 巴布紐亞 幾類亞 你多遠啊 他知道這中南美洲 秘魯在這裡 對 巴布紐亞 幾類亞在這邊 兩個地方相距超過一萬一千公里 不可能 而且我告訴各位 不可能 而且我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這個南太平洋 是 是不像北太平洋 還有什麼夏威夷啊 關島啊 它是沒有島的 它沒有島的 它中間是沒島給你停的 你在 你要海運過來 你也運不到耶 900多年前 你會為了一個樹枝 跑到這個吉類亞去 拿了樹枝 在一萬多公里回來 完全無法理解 所以這個尖叫木萊 有兩大迷 第一個 樹枝怎麼來的 第二個 它為什麼會金聲尖叫 那居然有人說 是因為它那個 這個下巴呆久了掉了 是 錯 現在這個埃及 找兩個尖叫木萊 它下巴不會掉 因為它躺到了 下巴不會掉 一男一女 男的是這個國王的兒子 女的是公主 現在找不出來 為什麼會金聲尖叫 好 那秘魯 我一定要跟你講 找到這個木萊姨 這個木萊姨 只要聽到找了它的地方 你就嚇一大跳 為什麼 它在哪裡被發現 納斯卡 大家聽到納斯卡就知道 外星人啊 納斯卡最有名的 就是納斯卡縣 誰在大地上 畫了這麼多 沒人知道的圖案 好 納斯卡找到之後 發覺到三件事情 第一個 它只有三個手指頭 不是人類 是 第二個 它肋骨跟人類 完全不一樣 肋骨 第三個 它身形 完全跟人類不一樣 它比較矮小 當時就說 外星人 就看它腳趾頭三個 看到沒有 對 手指頭 腳趾頭三個 可是我活著的那就是譜 而且比較長 對 你看它手指頭 是 比常人是不是長 而且比較小 它肋骨也不一樣 對 穆朗伊 好 人家就認為 這一定是外星人 第一個趕到那邊去的時候 是什麼人呢 俄羅斯的科學家先趕到 他們發現了什麼呢 居然可以在它身上 找到染色體 那就可以驗DNA了 一驗DNA 說它是23對染色體 是人類 因為它是23對染色體 所以俄羅斯說它是人類 就把它拿走了 那就好啦 開玩笑 為什麼23對染色體就一定是人類了 反正這就是個謎 到今天沒辦法解釋的謎 就是說它外型不像人 但它這個染色體像是人 穆朗伊本來早就被挖光了 但是為什麼最近突然又新出土了 一堆神鬼級的穆乃伊 對 埃及人怕得要死 會不會發生今天動地的大事 我們也有點擔心 全世界會不會發生今天動地的大事 各位觀眾朋友 墨西哥國會震驚全球的ET工廳會 現在掀開了外星人潘朵拉的盒子 為什麼 如今再有驚人的發現 經過進一步的電腦斷層掃描 就發現這具木乃伊外星人的形體 不是人造的 也不是拼裝的 今天社長來到現場要來為我們揭秘 外星人在馬丘比丘留下的種種謎團 是刻意的嗎 是要告訴你 我來過嗎 對 靜像 上個禮拜墨西哥國會 即行外星人的聽證會 即是跨欄 一樣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很多寫者提出質疑 說這個小外星人 這個小外星人 他其實是人類去假造的 做假做出來了 所以後來逼得不得已 墨西哥就請大學的教授來 跟配合人類學專家 去用電腦斷層掃描 最高階的沒話講了吧 這個總騙不了人了吧 對 真假立判 結果電腦掃描一過就 發覺這個木乃伊 我們說是外星人的木乃伊 它其實不是拼裝的 也不是人造的 它就是整張合一體成型 哇 這個是電腦斷層之後 我告訴你 這個是一體成型 那些懷疑的聲音 通通認真地來看待 這個外星人 是真的來過這裡嗎 對 所以秘魯現在就要講 既然這麼珍貴的外星人 怎麼可以落在墨西哥的手上 所以秘魯政府就出面 要跟墨西哥 要回這兩具外星人 現在兩國這邊滿緊張的 對 這個外星人 是在我秘魯的境內找到的 結果你怎麼拿去你墨西哥國會 變成你是全球的焦點 對 所以秘魯現在很強勢跟墨西哥要回這兩種 這兩個外星人 那秘魯其實他們是世界上少數 特別特別特別相信有外星文明存在的一個國家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講說中南美洲三大國民的發生地 一個是瑪雅 一個是阿茲特克 一個是印加帝國 秘魯就是當年印加帝國的守在地 秘魯確實以近代來講 它發生過很多 在2015年其實他還拍過一個影片 是什麼 是在一個工地上方 上方有那個 原型 這個很清楚喔 有一個東西懸浮在上面 後來鏡頭稍微掉進一看 它是紫色的圓盤 紫色的圓盤 對 這個是無人機嗎 不是無人機 確定不是無人機 真的紫色的耶 對 而且它有時候會懸浮空中 有時候會上下 上下移動 上下左右移動 所以秘魯會相信有 有來到我們這邊 那另外呢 秘魯他們以前在差不多兩千 發現一個頭骨 發現這個頭骨是差不多兩千多年前的一個人類 是一個戰士 戰士他打仗的時候受傷 受傷他曾經動過開腦手術 我們看腦部這個黑黑的這一塊 有沒有 黑黑這一塊 這一塊其實是什麼 是晶銀合金 晶銀合金 兩千多年前用晶銀合金做開腦手術 而且現在經過檢查 這個晶銀合金這一片貼在頭骨 已經跟頭骨整個密合起來 表示當時的手術是成功了 這怎麼會辦得到 兩千年前哪來的合金 眼睛技術是個難題 第二 這個外科開腦手術 當時也辦不到 對 兩千多年前 所以為什麼講說 中南美三大古文明 其實很多很多被列入 比埃及還要神秘的一個 所謂歐帕之文明 歐帕之文明就是當代的人類 不可能做得到 絕對做不到了 對 但他橫空出世 像這種東西 那我今天要特別講 不管這個外星人 你質疑也好 不質疑也好 但我們如果從所謂 神秘文明的一個角度 來看這個中南美三大古文明之一的 英家 英家帝國 當時留下了一個震撼全世界的 叫馬丘比丘 是 馬丘比丘這個文明 馬丘比丘這個地方 一般來講 它上面山頂這邊有許多建築物 有很多建築物 對 很多建築物 一般來講說這個 以 以 書本的記載 我們要知道 英家文明 它沒有文字記載 它沒有文字 第二 它沒有 沒有那個輪子 也沒有輪子 所以它不可能有車子可以推 可以送 沒有輪子 沒有馬 沒有爐 沒有鯉 所以它負重的東西 一定要靠能力 能力來完成 這個建築 馬丘比丘這個建築 在海拔差不多2400公尺的高山上 那也很高 很高 2500 比阿里山還高 阿里山2200 對 阿里山還有小火車 它沒有 建材怎麼運出去 它如果是高山 深谷 高山深谷這樣上上下下的 建材運到這邊來 馬丘比丘 你看看就是這個建築群 對 非常漂亮 它整個建築群旁邊還有很陡峭的梯田 那我講它神秘地人在什麼地方 這個馬丘比丘 你看它這邊附近有一座山 有沒有 這一座山 對 這一座山很奇怪 這邊高起來的地方 它其實如果把這個山90度倒立起來 是旁邊這一個 是一個人臉 是一個古代陰家的人臉 哇 這個是側臉 有沒有看到 鼻子 嘴巴 這個有點像是那個酋長的那種裝扮 對 很像 很像 所以你看它鼻子 剛才講的嘴巴 下巴 整個倒立過來 就完全這樣 它看著天空 看著天空 不曉得是為什麼 那有人在講說這個山 是經過雕塑 才可能這麼像的一個人臉出來 馬丘比丘的天文觀察 也超乎我們現在人類的想像 我們可以想 它有兩個 一個是天文觀察 一個是建築工程 建築工程我們好比說 台灣在300年前 可以在阿里山上面蓋動101大樓 如果蓋出來 那捷哥不是300年前的大樓 可以做得到 一樣 馬丘比丘就是這種道理 我們先講天空席的部分 它上面有一個叫酸日石 這是什麼石頭 這是一塊石頭 大概200公噸 200公噸你要印在山上 一體成型 多困難 你聽說沒有輪子 沒有馬車 怎麼運上去 其實在密爐的最高山 3700公尺的地方 密爐的第二大城 叫薩克華克曼 薩克華克曼它本身 它本身那個石頭 計時文明高達350公噸 3700公尺 也上去了 對 上去了 奇怪 這個酸日石很厲害 就顯示它的天文寫很厲害的是 它太陽出來以後 它會有一個陰影 這個石頭 它會採生一個陰影 這個陰影這邊其實是有刻度的 它這邊有刻度 因為像我們的日軌那種概念 對 刻度 所以它陰影走到哪裡 你就知道幾點幾分了 但它最厲害的是春 春風跟秋風 春風秋風的時候 太陽到這個酸日石上風 震上風的時候 它影子的消失不見 告訴你春風到了 秋風到了 那就是我們再過幾天就是秋風了 影子就在這一天消失 對 但藍半球跟我們這邊顛倒 像它6月的時候 冬至的時候 這個影子會拉到最長的地方 但它是冬至是6月的時候 我們是夏至 所以藍半球跟北半球不太一樣 OK 那我們講說這個酸日石 另外它有一個太陽神殿 這個太陽神殿很特別的是 你看它這邊有一扇窗 這邊窗 太陽陽光從這邊照射進來的時候 冬至那一天 照射進來 到這邊裡面有一塊石頭有沒有 石頭這邊光影 旁邊都是暗的 只有這邊是一塊光影 這個光影是什麼 它其實是一塊祭壇 一塊長方形的祭壇 冬至那一天 這個陽光會從這個窗戶照射來 剛好直接包覆住這整個祭壇 祭壇以外的地方是黑暗的 唯獨亮那一片祭壇的所在 對 所以他們對太陽的崇拜 叫太陽神殿 那表示說冬至的陽光 可以照射到這個祭壇來 他們對這種天文的掌握觀察 非常清楚 另外它有一個叫山窗廟 山窗廟中間這個 如果它其實遠方有一座山 它把這個山窗廟這個窗口 直接跟這個山頂 拉一直線看過去是 卯素星獸 卯素星 所以他們對天文觀察 所以如果它來自境外 它往天文觀察是 望回它的家鄉 它來自的地方 對 那我特別要講的是 很多人講 如果以西班牙人 攻進印加帝國以後 後來有牧師幫印加帝國 寫了一本書 那是1539年才出版 16世紀 1539年出版這本書 裡面其實有提到說 這些建築是15世紀 等於1438年 1438年到1471年 三十幾年間蓋成了 那不可能 為什麼科學打槍 因為在這些石塊 這邊很多石塊 我們要看這一張就知道 這邊很多石塊 這個石塊它砌成的方式 第一個它用巨石 巨石做的 第二 它是一個不規則的 不規則的就是 鐵角頭要沾腳 不規則你要把它密合起來 很難 你必須 你如果一塊一塊 四方形對四方形 都很輕鬆 它不是 所以它要密合的 你必須這邊斜角 它這個石頭就必須有一個尖角 這邊少一個洞 彎起來 它這邊這一塊就要一個突出來 這算非常的精準 工法跟工具 幾何學的概念 對 還有工程的概念 那我們講說 這個地方 它是15世紀16世紀的產物 其實不是 科學家已經從這邊 這個密合的地方 裡面 它其實一張紙都看不進去 那有什麼 那苔藓可以生長出來 植物那個苔藓 對 那個苔藓他們用針把它挑 好 調出來以後 胎藓做碳14測定 我們知道碳14測定在五萬年以內 是相當堅準 那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倒推它的年份 對 6000年前 喔 胎藓6000年前就長在這個地方 那表示這個地方 6000年前就有了 不是15世紀 所以後來科學家解釋說 那本書寫15世紀16世紀 蓋成馬丘比丘 其實是這個東西前早就存在 只是15世紀16世紀 印加人到這個地方以後 發現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把它加以整修 或者蓋上屋頂什麼的 做一個其他的建築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 6000年前的一個產物 那另外其實在秘魯 還發現一個很大的 一個原型的梯田 這個梯田有什麼樣的窍門嗎 這個梯田你看它一階 一個台階一個台階下來 總共12個台階 而且它總共有三個大小不一樣 這個梯田很大 你如果要繞一圈 要走一個小時 而且這個年份是 如果跟它一樣久的話 怎麼拿來的真圓 這麼圓 它怎麼爬出來的 同心圓是一個問題 第二 我覺得最令人 百思不得其解 它每一個階梯 溫度差0.5度 這麼準 連溫差都抓準了 它每一個階梯 就是一個微型氣候 那要幹嘛 它等於要種植實驗 外星人在地球的種植實驗 它可以種玉米 小麥啦 高粱啦 馬鈴薯 所以溫度可以控制0.5度 那基本上 不是當時人類可以做到 你現在都很難 那越往下溫度越低 那越低的時候 它靠什麼去保持寒溫 它裡面鋪鋪鋪酯 埃卵石 涡卵石排水好 另外 之後 innerhalb的 氹能拔烈 舌了 你這不是 有一在 放熱的時候很慢 放熱很慢 這兒卵石它會等你 溫度太低的時候 它會慢慢釋放熱人出來 所以它可以保持一個 寒溫寒濕的一個狀態 這就是秘魯可怕的一個地方 只有想不到 沒有做不到 觀眾朋友 今天我要給大家看 一個非常震撼的消息 美國加州的洛杉磯機場 塔台接貨的機長 報告說 怎麼我在雷頂之前 居然有個帶著噴射背包的人 就在我離我差不多 二十幾公尺 天啊 這麼近的地方 跟著我扮飛 FBI正介入調查 你現在看到的這一段畫面 是2015年 居然A380旁邊 也有人在扮飛 追著飛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今天要好好地 來告訴大家社長說 居然在印度古廟 五六千年前 留下這樣的黑科技 已經能飛了 誰來過這裡留下這一切 對 我們講說五六千年前 這個黑科技不只是五六千年 它是五六千年前的一本 環文的書籍記載了 所以這種黑科技它是要更早 可能幾萬年 幾十萬年 是喔 那我們剛才講說飛行器 飛行器近代的事情 會飛的東西 但其實在幾個文明古國裡面 包括瑪雅 包括埃及 我們也講過 包括印度 其實都有古代飛行器的一個紀錄 都有一個紀錄 而且有共同相通的一個地方 我今天特別講印度 印度在1943 1943在印度南部的一個地方 叫甘吉布洛姆 這一個省 這個城邦 他有一個神廟 神廟裡面他發現了 發現了一些環文的一些文獻 文獻 然後印度加爾各達的 一個大學教授叫艾力克 艾力克就趕過來 把這個環文翻譯總共六千多行 版後大概有三四百頁 現在的書大概是這樣 翻譯這個環文出來嚇大跳 因為這個環文翻譯出來以後 這本書主要在寫什麼 說印度古代在遠古時代 曾經出現一種飛行器 叫戰神之車 遠古飛行器 對 遠古 叫戰神之車 它就是說以前遠古時代 印度那個神明要下凡的時候 共同的一種座席 我們講座席 神明座席 有時候講師 講象 講馬什麼一種 它共同的座席就是這一個 叫戰神之車 那你看這個戰神之車的造型 它就做了很多細節的一個描述 因為六千多行 重點講 它的造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跟現在 NASA那個太空船 做一種對比 對 幾乎是一模一樣 它還是三角形的 上面 你看這個太空船上面的蓋 它上面在描述也是一個蓋 可以打開了 你說這個是六千年前的古書上面 留下來的畫 環文記載的 對 記載 那至於記載多久以前 它只講遠古 遠古他們主先看到的 或者說神明下反的一個形象 做的是這種叫諸神的戰車 那這種戰車旁邊還有一些螺旋翼 還有螺旋翼 它會噴射這樣東西 它可以在空中懸浮 可以上下 可以左右 我們最近如果這幾年 大家要講什麼外星文明 那個飛行器那個幽浮來 大概因為飛機很難做到這樣子 上下左右 最近有 最近這幾年好像有這樣 上下左右可以懸浮的這種飛機 外星文明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所以它這種東西的技術的記載 幾乎是跟我們講說 那個幽浮的那種情況很接近 就像你的意思說 這一本古籍上面留下的黑科技是 境外文明 外星人 ET來過這裡 留下來的 對 他們講因為是神明 神明下反來的 那其實就是一種境外文明的 一種延伸 那我們在講說這種三角形的東西 他剛剛講到噴射 然後你看印度 所以後來你如果去印度看的話 印度的神廟 幾乎上面都是這種三角尖形 它跟這一個如果用這種 我們把它線條畫出來的話 是很接近的 所以印度神廟上面 它有一個名稱叫維尔納 維尔納是有什麼 這些環文古書裡面提到 這種飛行器就叫維尔納 所以印度它很多這種神廟的屋頂 跟這個其實是很可以密合 另外他講說這種飛行器 它的速度多快 多快 它的速度是以幾億 我們講說時速 時速5萬7千公里 時速可以達5萬7公里 現在地球上我們如果說以地球文明 現在的文明 俄羅斯最快的飛彈 2000多公里時速 2448公里 最快的飛彈 它是時速5萬7千公里 5萬7千公里 已經超乎所有現在科學所能解釋的 對 那5萬7千公里 這種飛行器要做什麼用 很簡單 你可以做一種想像 叫星際旅行 你才需要這麼快的東西 因為它根本不是地球上的人 對 然後它在記錄說這種飛行器 這種維瓦納這種飛行器 它其實用了很多數據 包括我們講說42.37億萬年 這種時間性地球上你很少用到這種時間 42.33億萬年 對 這種東西通常是什麼 整個叫我們講說宇宙旅行 或者宇宙時間 對 它才有需要用到這麼龐大的一個數字 而且它講那個是大數目 小數據他們提出裡面一個東西 叫我們現在講的叫奈秒 我們講奈米科技 它是奈秒時間 奈秒是什麼 十億分之一秒 十億分之一秒 什麼東西要用那種東西 星際旅行的時候你講要追求速度 或者在追求在算太陽的能量 才會用到這種十億分之一秒 爆發出來的東西 光速什麼東西 它的刻度實在小到奈米等 奈秒等級 大到億萬年的等級 這個範圍也太大了 這種東西這種數據 不太可能應用在地球 地球古代的情況下 一定是一種星際的一種 銀河系的一種計算 或者說時間的計算 能量的計算 大要大到那種程度 小要小到這種程度 所以這種東西 他們翻譯出來以後 大家講所有現在的 這種所謂的什麼太光艙 會不會就是一種 我們講說一種去模仿 這樣的一種造型的東西 做出來 所以印度古代有一種 很神秘的一種飛行的 一種科技 文明 它留下來 第二 我們前三四年 前四五年的時候 曾經在印度考古上 有發現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東西 它是在印度一個這個叫 恰蒂斯加爾邦 它一個村落的一個洞穴裡面 這個洞穴很長 那裡面有一塊這個牆壁 大概幾百公尺 幾百公尺 這個牆壁是被切割或打磨過了 故意在切割以後打上這種 這種壁畫 這個東西壁畫就好好簡單 壁畫你可以去測電 因為它是用有機的鹽料上去 有機鹽料塗上去之後 你可以測定它的連帶 那很簡單 差不多一萬年 比現在一萬年前 一萬年前它有工具 可以去打磨牆壁在上面做畫 對 所以你打磨 本身就是一大工程 那個牆是幾百公尺的牆 它畫上的東西 後來很多的考古學家 來研究也嚇一跳 它畫的第一個 各位看這個比較大的畫面 它這個人 你看這個人 上面都有一個延延的造型有沒有 延延呢 延延 這個是什麼 他們講說 因為看不到鼻子 看不到嘴巴 它其實是現在有點像 現在太空人的那種頭照 我們來看看後面這個 對 很清楚 他們都戴著一個頭照 因為他們都要五官對不對 對 你這個就看得很清楚有沒有 眼睛 眼睛露出來 然後這個臉這邊 如果仔細看 這邊也是三角形削下去 跟我們講的現在 那種所謂外星人造型 很接近 另外這個也是壁畫之一 你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 像一個扇形的一個飛碟 還有天線露出來 你看 有手 有腳 你看 這上面就很清楚 上面那個像頭盔一樣 戴在上面 這個一萬年前的壁畫 這一面牆 它幾乎都在顯示著 很奇怪的一種東西 那這一個人 你看他這個壁畫畫 這邊的一個人 我們把它放大 他這個人很奇怪的是 那個手 四肢 手指 我們一直講說外星人 四肢 手指 對 四肢 手指 對 然後他的臉如果把它放大 是在紅色框框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眼睛 眼睛很大 很窟窿 也是三角形的臉 削下來了 有沒有 削下來了 這個不就是我們後來 對於外星人長相的影響 描述 幾乎是很一致 所以他這邊又有這種 所謂造型的這種 會顯空飛行的這種東西 然後有這種所謂 戴頭盔的太空人的這種造型 對 有這種所謂外星人 所以有人講說 一萬年前留在這邊 做畫的一個人 人種 應該是所謂境外文明 地外文明留下來的所謂紀錄 這樣 但我們看到了 兩個來自印度的現場 這個是萬年的壁畫 這裡或許就可以解釋 剛剛前一張 哪來的這個黑科技 戰神之車 眾神的作技 怎麼做出來的 會不會是他們來過這裡 所以說地球上曾經有所謂 這種外星文明的一種光明 對 就大家基本上會採取 比較一致的一種看法 就有非常大的一個可能性 另外在印度 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是叫德里鐵柱 德里鐵柱也是一樣 德里鐵柱它其實 如果以現在文獻記載 大概在1900年前左右 那在1500年前 一個印度的國王 把它移到德里這個地方 就立在這個地方 這個德里鐵柱也是一樣 其實有很多科技家去研究 為什麼它立在這邊 它沒有頂篷 風吹日曬雨淋 這個鐵柱它就是不會生鏽 我們來看到這個鐵柱 它其實不小對不對 上面有寫了很多帆文 你看 對 對 它大概6.7公尺高 7.6公尺高 就是三層樓 兩 三層樓之間 差不多 對 很重 大概也6.7噸左右 所以很重 那一根柱子 你要移在這邊 把它放在那邊 放在太陽底下曝曬 尤其是雨水打 風吹雨淋 對 風吹雨淋 那個侵蝕性很強 為什麼一千多年來 它不會生鏽 如果以鐵來講 應該會生鏽 它不會 合金 對 它應該算是一種 合金的成分 最主要它裡面含有一些東西 後來就科學家 把這個鐵柱刮一小片下來 去化驗 化驗以後它化驗出來 你看它這邊 它有碳 磷 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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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主要的是磷 後來科學家就講說 印度為什麼早期 它可以把這種礦物的一種元素 這種元素可以掌握這麼精準 對 可以掌握這麼精準 它磷的元素放到11%左右 0.11左右 這個磷它其實跟鋼做一種 跟鐵做結合的時候 它會形成一個保護膜 像以前我們講 講說秦始皇的那個秦始皇磷 裡面那個青銅劍不會秀 它是含個 但它不是 它是用磷 所以它裡面這個鐵柱裡面 其實以前在想說它可能是用個 我們講個酸鹽去處理 它沒有 不是 它用磷 那磷是現在大概在19世紀 它做黃銷處理的時候 是很老用的東西 那問題它是在1900年前 等於說差不多差了1800年左右 它就已經 居然已經用上了 對 誰來教他們這種姿勢 沒有人知道 對 武器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 9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100萬的訂閱 我再衝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Call更多人 來幫我們按讚 訂閱100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 召喚mana 訂閱100萬人的幸運兒 亂玩 請大家 請大家 請你